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我今天影片來到晚上閒聊 路景時間是2024年7月12日 晚上10時12分 Bitcoin做了57,900 這影片是Patreon優先 如果想早點看到Patreon的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 下時間十分之重要 這影片是說到很悶 流動性的指標十分之強 也有好笑頭想和大家分享 這影片最主要是 其實很悶 但見到有悶有好的地方 就是流動性預示很強 亦都可以玩一些高風險 或者極高風險的槓桿或俠躍 但如果你不想煩 不要減多了 就算了 聽下小弟下賭錢紀錄就算了 還有講講 一些project的最新延況 立即講講 第一個時間十分之重要 Patreon就是最新一手看到的 如果你是Youtube看到的 可能價格已經不同了 因為看到流動性急升 急升有甚麼問題 先更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RSI 一日圖 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 全部都是中性 沒有特別的 如果利用23小時 一日圖是帥氣的 我覺得這次是帥氣的 非常之好 我個人認為已經回調見底 我個人認為是回調見底 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流動性有所反彈 究竟這是否一個底 我個人認為是 原因是因為 減息預期已經十分之高漲 9月減息的機會接近90% 還有通脹的數據有所回落CPI 如果是3% 有些3點一定是3% 我也不多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而最重要就是 流動性的指標 短期來說 反彈的力度都相對強 原因是流動性仍未反映 我個人認為 現在如何看後市 我個人認為 如何看短期的波動 第一件事就是 看回流動性 預估這個BTC價格 十分之成功 我說過很多次 不多說了 總之大概有10次 好像中了8次 甚至9次 你沒聽錯 有時最大的判斷 就是兩件事 就是時間和目標價 時間性來說 最短就即時反映 甚至比流動性更快 最長可以等兩三甚至四天 例如這個流動性急跌 這個QuaQua其實是否像這裏 但這個QuaQua是早些開始下跌 6月26日跌到7月1日 可能足足跌了5-6天 之後流動性仍未跌 但去到7月1日才開始大急跌 時期差不多 可能是3-4天跌 之後流動性反彈 那個幣價真的反彈 甚至乎是橫盤 而這個最新的一條直線上 是仍未反映的 如果真的跟回這個相對流動性 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兩個位置 因為近來去到這個流動性的位置 包括有 我不要那麼貪刀 好像這段 大概這段位置 大概這段位置 大概6萬1度 就是這個高度 拉一條線過來 這個位置 即是插一半 插到這裡 6萬1度 為之一個 對上一次流動性的價格 另外 還有沒有相對流動性的時段 可以的 可以的 大概4個小時 或者看2個小時 拉回最上一次 剛才說的這個位置 也未必看到 不過相對近 容易比較 價格就是6萬1左右 如果我們再拉長一點 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6萬 又是6萬元 或者是6萬1左右 再對上一次 這個流動性這個位置 大概插到下來 這個僅位 大概 都是大概6萬元左右 所以現在還有 兩千多元的水位 今早已經在Patreon出了post 和大家說了 流動性急升 目標價合理價為6萬至6萬1 之前的預估都有大部分時間中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好玩的話 那你就可以賭錢 賭錢來說 就可以玩這個 我比較建議玩這個合約 因為合約 當中很複雜 但是總之 你買下去就要兩件事 註碼 還有是全倉還是軸倉 還有你要知道 那個包倉價 因為當中 都有一些顛破 例如說這個位置 因為看到當年這個 叫做 急鐵的流動性 但是如果你這一刻 買了這個空的 如果你買的時候 大概的價位 是6萬元左右 如果我們用流動性計算 可能去到 5萬4 或者5萬3 5萬3 這些位置 就是說你要想 它可能會跌5-6千元 差不多跌一成 如果跌一成 你買10倍槓桿 跌一成 應該這樣說 你買10倍槓桿 空的話 如果升一成 可能去到6萬6 那你就會爆倉 相反 如果去到6萬 相反的話 如果你做這個 好倉 跌到這個 5萬4 你就會爆倉 你就說要計算 當中你的 倍數 以及你的 爆倉目標價 你心中有個 數 還有玩的時候 就少著疫情 幾千一萬 就最多 差不多了 小火箱也有玩 我個人認為 現在可以做些什麼呢 由於 這個位置 也有些 回落 這個叫做 其實怎麼看呢 就是這個 下降下來 這個下降下來 這個升上去 大概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下降 可能這裏回一回條 這個合理價 相對上 計算 跌到這個位置 可能又是 大可能 5萬7這個位置 今早已經見過了 5萬7 5萬6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能見到這個位置 現在就是補回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 目標價 是6萬元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 做多 可能你回條 最多回到5萬 5萬6 那如果你做這個 10倍槓桿的話 爆倉價 可能都是5萬元左右 即可能5萬頭左右 所以 應該比較難去到5萬頭 5萬1 5萬2才爆倉 那你可能害怕的話 可能只做5倍 做6倍槓桿 那這個不說太多了 這些複雜的東西 還有高風險的東西 我都是自在玩一下Gameling 但是這幾次近來都挺重 所以呢 自己繼續玩 我覺得好玩 比賭波好 不過雖然大家賭 性質都是這樣 但是長遠來看 那些比特幣 或者幾多幣 就先放著 因為流動性即將爆發 所以大概是這樣 看多兩個圖 就差不多了 第二 一個圖就是看回這個 普爾倍數 近來礦工的 收入大跌 收入大跌 見到綠色區域 是代表比特幣 十分之抵玩 每次見到這個綠色區域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買貨區域 包括2萬元左右 之前的312 就是這個位置 左右 312大概是這個位置 而且每次HALF之後 那個礦工的收入就會大減 每次都是一個好的入貨位置 現在還未碰到 但碰到綠色 都是九成 看到底了 另外就是那個叫做 近來玩幾個project 包括AVIA 即AVIA 折點和Edge 折點比較差 而Edge相對上回報好些 以及做了一些KYC 以及Claim了一些幣 繼續增壓 那麼那個幣價都相對上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還有減息預期 九月減息的機會 是接近九成的 所以流動性即將爆發 它是否認為 就是可能 那一句 其實都不太難捱 因為Bitcoin始終是漂亮的 你知道嗎 小火箭為甚麼漂亮 唉你們太過貪心 如果你計算上當年同一個位置 是極之慘的 極之唏噓 現在已經是一個相對好的 上當年不要說生債了 Bitcoin也是玩完的 上當年HALF之後 都有做九千元 上當年Bitcoin最高兩萬元 之後去到HALF都只有九千元 那現在那個HALF再 我們都是做六七萬元 都算十分之好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而且流動性有一個大急性 大急反彈 也都看到下半年 那個流動性應該是相對上強的 上半年很多 現在已經是跌無可跌 我覺得這個流動性 說是這麼說 不等都等了 等了這麼長時間 看到流動性有一個反彈 應該是一個好的勢頭 希望六萬元見了 下條影片見了 這樣就這樣了 應該早點看到影片 想看完整條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了 下條影片見 Bye